提到史上最著名的狠话 你第一个能想到哪一句呢 答案也许有很多 但一定少不了这一句 敌人非但不投降 还胆敢向我还击 这个可怕的逻辑背后 是庞国星三人战斗小组 对印军数百人形成的战场掩压态势 可谓是现代战争史上的一次奇观 大家好 我是原在 今天的共和国战神 给大家带来 对印军进行降维打击的著名狠人 庞国星 这一切还要从一次 我军对敌严重的战略误判开始讲起 上个世纪60年代 我国国内经济正在遭受非常严重的困难 东南宝岛上爱写日记的快递员也蠢蠢欲动 而此时的苏联也从社会主义好大哥 转变为了头号敌人老毛子 可以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新中国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 都是非常险恶的状态 虽然处境危急 但新中国还是表现出了独立民族 该有的尊严和气魄 在冷战两极格局之中 做那个第三极 并打出了双拳出击的口号 即左勾拳打苏修右勾拳打美帝 对于中国到底硬不硬这个问题 有一个国家表示非常怀疑 1962年自称第三世界领袖 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 南亚霸主 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 印度决定趁你病要你命 悍然入侵中国领土 越过所谓麦克马红线 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进攻 虽然我军上下对于印军的战斗力 早有心理上的准备 在战前认为 敌军主力也就是个国军二流的水平 可后来的一系列交流下来发现 这依然是极其严重的误判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 在战前动员会上对将士们说 虽然印军王牌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军 但我们依然要做好打大仗 打硬仗 还要做好打第二仗第三仗的准备 可谁能想到在仅仅一个月之后 张国华在做战后总结时 尴尬说道 像这样容易的胜利 我当兵33年来 还是头一回 说实话 新手教学官都比这第三世界boss战有挑战 在战前部署作战任务时 一开始的设想是集中优势兵力 首战吃掉印军的一个营 可是根据对印军的侦察发现 对方的布防简直形同虚设 缺少侧翼戒备 没有警戒哨卡 熟度兵法的卧军曾一度以为 这是欲擒故纵的空城计 然而后来多次侦察后得出结论 敌军的布防是真的松懈散漫 随即将作战目标升格成 打击对方一个团 等战斗打响后 这个目标又变成了 吃掉对方一个旅 在极度拉垮的战斗力加持下 印度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可以把侵略战争 打成为国战争的国家 时间来到11月 我军已经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18日浮晓 55军163团9连 奉命正在对西山口实施攻击 斯班副班长庞国兴 在追击一股难逃敌人的过程中 因天色未亮 视线不佳 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成为了插入敌纵身的孤兵 然而事实上 这样的孤兵并不只是他一人 在接下来追着敌人 屁股满山跑的过程中 先后偶遇了同样 孤身追敌的战士 王世军 阮福林 周文轩 在王世军的建议下 随机匹配的四个有缘人 成立了一个临时战斗小队 推举庞国兴为队长 四人沿着公路 继续向敌军纵身追击 一路上采取两两一组 交替掩护的战术步伐 持续推进 逾期时来到西山口附近 发现一处敌军炮火阵地 正在向北进行火力输出 庞国兴和队员商议后 决定拿下眼前这个敌军据点 俗话说 两人合兵一处 三人击脚之势 四人迂回报抄 于是庞国兴 阮福林从正面进攻 周文轩王世军 负责迂回到侧翼 发起冲击 枪声骤起 印军看到不同方向的敌人 一时间大乱 二话不说 扭头就跑 在击敌一人之后 为防止残敌 继续使用火炮射击 他们将描具全部拆解 就地掩埋后 继续踏上了追击之路 不久又发现了 十余名敌人和一辆汽车 四人再次发动前行攻势 向敌军夹击合围 敌军见势不妙 驾车仓皇难逃 还从车上扔下了一批物资 可谓做好事不留名 庞国兴四人战斗小组 在得到充分补给后 潜入森林 继续追击敌军 在沿途再次打掉了 一个敌军炮火阵地后 他们发现了一处 规模不小的敌军据点 两百多名敌人就在眼前 面对动态变化的战场形势 敌人数量占优不能满干 于是决定 占据有力地形先行观察 遇到小谷敌人就歼灭 大谷敌人上来 就转入森林打游击 不久敌军整体 开始向庞国兴小队的方向运动 我军四人随即转入森林 在这个过程中 周文轩失去了和小队的联系 此时只剩下了三个人 在沿着小路向北激动的途中 遭到了公路一旁 四名敌军的射击 庞国兴一愣 这伙子印军不仅不投降 还TMD敢偷袭 心里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举起五六冲 一轮点射全部超度 之后庞国兴带领小队 迂回到敌人侧后方 因为敌我位置导致射程较远 于是将手里的五六冲 换成了五六半自动 当阿卡切换到SKX的瞬间 两名正在指手画脚的 高种姓男子硬生倒下 原本就组织涣散的印军 一看指挥官都领合犯了 纷纷做鸟兽散 此战庞国兴小组 大胆插入敌军纵身十五华里 打了五仗 端掉敌人两个火炮阵地 缴获火炮七门 炮对劲望远镜各四副 为主力部队向敌纵身发展 做了积极的贡献 庞国兴被授予了一等功 王世军 冉弗林 周文轩 三人荣立二等功 国防部还授予了庞国兴 孤胆作战战斗英雄称号 在后来提交战斗报告时 庞国兴写下了一句 杀伤性极强的军事名言 敌人非但不投降 还胆敢向我还击 这一仗让印度主力损失殆尽 被俘的高低种姓各色人等 八千七百多名 不仅在物理上被花式打印 心理上更是成了印度人 至今都无法释怀的噩梦 甚至成为了印度国运的转折点 也许印度人还不知道 像庞国兴这样能打的 我们还有1.8万名 三个人包围一个营 这样的神仙杖更是屡见不鲜 在多龙桥战斗中 我军27人面对敌军300人的阵仗 果断选择兵分27路 何为敌军 神剧都不敢轻易这么排 可是解放军就是敢这么打 甚至正在做饭的摧尸班 见人手不够 七个人各领一杆枪 堵在了敌人的正面 不到一个小时战斗结束 我军以三人牺牲的代价 击毙印军35人 伏迪206人 印军精锐 马德拉斯联队第一营被全歼 面对奇葩的敌人 各种奇葩的胜利 如今的印度人 总爱口口声声的说 印度早已经不是60年前的印度 意思是 上一代人丢的脸 我们这一代人压根不承认 每次看到这样的话 我都忍不住想笑 痴迷于军火大采购的印度 总以为有了更好的武器装备 就能人无人流的当武长 殊不知 这几十年来 根本就没有找到 自己帮帮被打的深层原因 组织能力 可观的国土面积 迷一样的GDP和虔诚倔强的人民 但再厉害的东西 只要冠名印度 就怎么也害怕不起来 原因很简单 没有组织能力 无论是社会层面 还是军事层面 都显而易见的拉垮 反观60年前的 庞国心和战友 哪怕是来自不同部队的战士 依然可以在相遇后 迅速形成作战目标明确 配合得当的作战单位 这其实也是 我军在以往多次反围剿中 化整围灵留下的优良传统 在红军时代 作战目标都只是一个大体方针 真正到了战场上 都是在临场应变 每一个战斗单位 在既定方针的基础上 发挥主观能动性 支援掩护临近单位 兼职重组 部队收拢等等 似乎每个人都自带系统恢复工具 原本互不相识的人 遇在一起 也能快速建立起 新的战斗运行模式 印象非常深的是 在2014年的朱日河演习中 红军两支 伤亡超过70%的营记单位 不但没有溃散 反而临时重建 混编为了一个连 向心突击 原本胜券在握的蓝方 都看傻了 不仅如此 一线部队上了刺刀 全员突击 崔士元通讯员 也都豁出去了 原本熟悉演习剧本的导演 也看傻了 甚至双方兵力悬术较大时 一个战士奋不顾身冲出来 抱着炸药包 钻到了坦克底下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震惊了 高度组织能力下的中国军人 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力量 战斗英雄庞国兴 后来英年早逝 1965年 已经升任副连长 在一次组织新兵 进行投弹演练时 因新兵操作失误 为了保护身边的战士 他毫不犹豫 趴在手榴弹上 不幸牺牲 十年25岁 非常感谢你收看这一期的原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和转发 如果你可以点点关注 那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咱们下个视频见